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他希望乌克兰启动针对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他儿子的调查 美国国防部同一天表示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通电话时 没有任何国防部人员在场聆听 特朗普说乌克兰应该调查拜登一家 另据美国纽约时报3号报道 两名美国外交官8月份曾起草一份声明 声明中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会对特朗普总统的政治对手进行调查 报道说这两名美国外交官是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和时任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使乌尔克 当地时间3号已经辞职的美国政府乌克兰问题特使乌尔克 接受了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外交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闭门问话 有报道说在美乌总统通话的次日 乌尔克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拜会了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其他政客 并就如何完成特朗普的要求提供了建议 乌尔克目前已经成为特朗普弹劾案的关键人物 此外美国国防部3号表示 总统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通电话时 没有任何国防部人员在场聆听 乌角大楼发言人霍夫曼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国防部法律顾问办公室已经指示 提交与乌克兰有关的所有文件与记录 以供进行编幕和审查 霍夫曼还表示 国会委员会正在探讨由国防部总检察长主导一项调查的可能性 特朗普被指在电话中 要求泽连斯基协助调查 其民主党竞选对手拜登和拜登的儿子 特朗普否认涉及任何违法行为 由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委员会 已对特朗普启动弹劾调查 那么不过 其他痛距离